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沿逆15号到16号在欧克兰举行部长级委员会议 期间预计将签署英国入会协议 英国也将成为CPTPP首个欧洲国家 目前台湾中国都已经申请加入CPTPP 乌克兰则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提出入会申请的欧洲国家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回落之零 六月生产者物价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.4% 凸显需求持续疲弱 加剧投资人对通货紧缩的担忧 韩媒Business Korea报道 三星电子即将进军氮化加市场 抢进下一代功率半导体市场 并将在2025年起提供8寸氮化加进元代工服务 以满足汽车领域对功率半导体的需求 外媒报道 苹果正在与面板供应商就可折叠MacBook机型进行洽谈 预计将提振目前低迷的显示萤幕市场 产品将不同于原先笔电设计 就连键盘部分都是一整块大萤幕 不过很可能会在2026年才推出 现在又是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